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的弟弟 今天我们来看一部奇幻喜剧《出土奇兵》 话说五百年前,有一蝙蝠精 利用师妹小猪来诱惑过路的男子 然后吸食男子的精血 但小猪一心想要练成菩提 所以他不愿意再与师姐同油合污 但无奈蝙蝠精过于厉害 小猪只好屈服 蝙蝠精让小猪三天内找到官差来让他吸食 于是小猪找到了捕快大胖和大木头 大胖和大木头很古灵精怪 总是可以利用各种各样的奇方破案 就在小猪准备对他们出手时 倒是雷厨出手,救下两个捕快 谁知反而被他们俩给抓进了牢 晚上大胖和大木头去抓盗木贼 小猪趁机行事 可是善良的大木头让小猪不忍 小猪决定放他一马 谁知大胖见色起义 跟着小猪去到了蝙蝠精的老窝 一口被蝙蝠精咬中屁股 幸好道长雷厨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 但蝙蝠精哪肯这么放过他们呢 很快就去找他们算账 好在道长用武器将蝙蝠精打到重伤 为了保他们长生不老 道长给了他们一人一颗血猪 并交代他们要将蝙蝠精杀掉 谁知血猪不小心被他们吞了下去 这样他们就会冰封五百年 就这样他们被冰封起来 五百年之后到了现代社会 两兄弟被当成活泳放在博物馆展览 女盗贼杰西把他们俩偷出来准备卖掉 谁知两人突然复活 看到杰西打电话便以为他是女妖怪 半夜他们趁杰西睡着 还将他的宠物猫给烤来吃掉 第二天杰西醒来便被两人绑了起来 他们让杰西为他们带路熟悉地形 杰西就这样带着两个奇怪打扮的人 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非常的引人注目 随后杰西给他们换上了一套现代装备 到了晚上他们继续寻找女妖警 大木头想起来女妖要杀公差才能练法 谁知还是晚了一步 一个警察已经遇害了 他们无意间在一张海报上 看见长得像小猪的女孩 于是叫杰西带他们去海报上所说的地方 但因为杰西的身份 所以不便去到现场 于是他俩只好自己行动 却被误打误撞拉上了梯台 但好在成功地见到了小猪 大木头请小猪帮忙找他师姐蝙蝠精 但小猪却没有答应 他们只好自己寻找蝙蝠精的踪迹 好不容易找到了 却不小心让他给跑了 两个人又马不停蹄地追上去 但人家是越野车 哪是他俩的滑板车能匹敌的呢 很快就被甩出老远 但蝙蝠精好像在故意引诱他们 一直给他们放讯息 将他们引到了一个山洞 然后露出了原形 就在蝙蝠精即将对他们动手时 一群游客进入山洞 蝙蝠精立马伪装成 被他们俩非礼的样子 一群人立马狠揍他俩 这时一个男子开着车将他们救走 原来这人是道长雷厨的后代小坤 这时小猪打来电话说 有东西要交给大木头 他将可以消灭蝙蝠精的仙谱 交给大木头 并告诉他今晚蝙蝠精 就会去找他们的麻烦 大木头将乐谱交给了小坤 这时蝙蝠精也如期而至 蝙蝠精吐了一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后 便被小坤给弹琴弹晕了 弹琴很快就断了 蝙蝠精却还是很生龙活苦 关键时候小猪出现救了他们 打败蝙蝠精以后 大胖和小木头 由于实在是无法适应现代生活 于是又回博物馆去继续当兵马俑去了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一个时代的人穿越到另一个时代 或许并没有那么美好 好了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见